超級浦宅的新舊保安系統有何區別 新舊保安系統區別大 對於超級浦宅的安全防衛是很明顯的分別 我講講比較舊的保安系統 例如我們見到很多獨立屋都喜歡用刀片線 一群一群圍住屋 以為是很安全圍住 爬不出來 其實刀片線很容易破解 只要蓋大褲和無尖可以爬到過去 亦都可以用剪刀剪斷 第一不漂亮就像操縱監獄一樣 第二也提供不到防衛 例如有些紅外線的偵測活動員會報警 這些紅外線的問題是有很多誤報 天氣不好時會報警 或者講個案例分享一下 例如我們有一個獨立屋 有一個業務主 連續兩三晚半夜被紅外線的誤報吵醒 他以為有踩入 然後整晚都睡不著 他很擔心就叫了我們公司去看閉路電視 看看是否有踩入 原來發覺是一隻貓 那隻貓半夜就走出來活動 整響了系統 嚇到他 這個誤報就令到很多裝了系統的項目 或者這些豪仔 他關掉了 用了一段時間關掉 等於沒用 等於沒用 等於沒裝系統 我亦都說市場上都有不少項目裝了的電網為例 其實電網都是一個比較過時的產品 他亦都很容易過得到 譬如蓋一些膠的東西 甚至乎用一些很簡單的器材 就可以令到電網失效 我亦都有很多案例 是裝了電網 照過有爆船案 重複爆船 最近亦都有 你們公司很厲害 聽說有些軍事系統的保安系統 沒錯 因為針對我們覺得這些市場上的保安系統 都是落後過時 所以幾年前 我們在世界上找到一個最先進軍事民用化系統 叫做Defense 這個周格系統是用壓力的 有幾十磅力才會速動 即是攀爬、踩跳會動 惡劣的天氣、下雷閃電、貓、狗、小動物、雀鳥 是不會速動的 是有人攀爬便會速動 亦都可以完全融入環境 譬如裝上牆頂、玻璃頂、裝上地下 配合到超級褔寨很漂亮的裝修 我們亦都有軟件的發展商 都採用了這個系統 就是幫超級褔寨做安全防衛 他會安心一點 非常安心 現在新的超級褔寨買家、住客 全部都是追求生活藝術 要住得很安心、很安樂 有一個軍事級褔想保護他 正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Dang 今天你一直說 我完全吸收到保安系統 完全有心有力之餘 硬件軟件都周到 全部有光環 多謝你 亦都是我們公司希望用到最專業 最好的產品是給超級褔寨 提供最合適的保護安全防衛 好 今天多謝你 好 多謝 仔細說一下安全屋有什麼作用 Louis 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得非常好 安全屋如果真的要躲在裡面幾天 沒有空氣沒有食物會怎樣